作曲 初音乐 作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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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音乐 我相信邓卓氏是一个很慷慨的人 他有时候觉得学合有这个需要 他是马上立即的 是愿意捐赠的 不需要我们如何说服他 他有时候是做过两名 總理期間一直支持我們寶良局 亦都作過很多捐助 他一生都是樂善好師 他總而對次前樹葉不為餘力 在香港大學校園中 聳立著一座古老的建築物 這間就是由本港大慈善家鄧兆堅的爸爸 鄧志昂先生 捐給香港大學的鄧志昂中文學院 當時的港督是金文泰 他是一個自己本人熱愛中國研究的人 亦都寫很多書出版很多著作 他來到香港做港督的時候 他第一件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解決省港大罷工 當時在金文泰的推動之下 一班華商因為支持港督的決定 推動中文研究 提高華人的地位 提高中文的地位 鄧志昂先生就願意捐助出資 捐助成立鄧志昂的中文學院 在這裡可以一提的是 他當時的捐贈是獨立的 是沒有跟其他商人夾粉的 是一個人獨立出資的 所以這座樓是以他的名字來命名的 鄧志昂是廣東省南海縣九江鎮人 生於1872年 死於1939年 19世紀末期來到香港京商 最初和朋友合夥經營紅玉銀鋪 20世紀初就獨資成立了鄧天福銀號 到了1916年又成立了南華燕疏公司 是香港最早期的華資保險公司之一 鄧志昂經營生意十分成功 也熱心社會公益 他是香港早期的太平紳士之一 對於香港的華商來說 他們認為是要保存原來中國的國水 對中國經典的研究 鄧志昂先生也是跟其他香港華商一樣 他也是這一方面的支持者 所以他就捐助中文學院 我想在成立中文學院之前 鄧志昂先生也是東華醫院的主席 你看到他是熱心參與公益事業 除了東華醫院之外 他也是聯同香港其他南海商人 成立了南海商會 這個商會鄧先生不單是創辦人之一 還有他出錢買了商會的戶所 對商會後期的發展很有幫助 鄧紹堅在1901年在香港出生 少年的時代就讀於聖士提犯南校 這間學校是香港早期的英式書院 原本的校子在西營盤 後來就搬去赤柱 鄧紹堅就是在西營盤的校子就讀 鄧紹堅著善是在1918年2月25日 入讀聖士提犯書院 當時我們有一個編號給他 就是1126 意思是由開校以來 即1903年至1918年 他是第1,126名學生入讀本校 至於他讀讀甚麼級別 我們的資料就有記載 他在中文方面入讀中四 英文方面入讀中二班 在聖士提犯南校入面的鄧紹堅 是學校的活躍分子熱心公益活動 從零碎的資料裡頭 我們看到他都是一個可謂活躍的分子 例如他在學校裡曾經做過學長 做過prefect 而且在學校圖書館裡有服務過 也是學校聯誼委員會的委員 甚至在學校讀書時代 已經積極為學校籌募經費 曾經透過一次的戲劇活動 為學校籌到八千多元 畢業之後 鄧紹堅從未間斷過 對母校性是題犯書院的資助 雖然他沒有在赤柱邊的學校讀過書 但他依然很關心學校的發展 一件可有趣的事 話說在1933年 學校想興建一個碼頭 用來跳水用的碼頭 我想是和體育有關係的 當時的費用頗昂貴 需要三千元 鄧紹堅非常熱心 想促成好事 於是他找了承建商 大家去談談一下 他就請了這個承建商 去他自己的辦公室裏面 話說當時兩個人談了很久 越談就越激烈 聲線越來越大聲 突然之間有一陣 就沉寂了下來 然後鄧紹堅出來 就宣佈他成功了 因為成功遊說了這個承建商 割價由三千元減到千五元 由於這個承建商這麼慷慨 他自己也願意承擔全部的建築費 興建的鄧紹堅堂 鄧紹堅在聖時提反 讀了三年中學之後 由於鄧志昂認為 實踐經驗更為重要 所以他未畢業 就去到父親創辦的 鄧天福銀號幫忙 學做生意 他由最基層的職位做起 即是在銀號入面做年輕 太子野後生這個稱號 亦都因此而來 鄧天福銀號 在鄧氏父子的悉心打理之下 生意越做越旺 於是他們就將部分的利潤再投資 而另一部分就作為公益用途 直到三十年代尾 鄧志昂去世 中日戰爭爆發 鄧紹堅才將銀號的生意結束 根據《世家大逐一書》記載 在日軍公佔香港的時候 鄧紹堅和多個朋友 備居金督池馬徑的一間別墅 為了避免暴徒搶劫 鄧紹堅自備了手槍防身 有一晚日軍迫近 鄧紹堅以為是暴徒來了 於是就開槍射擊 結果招致屋內的日軍 以機槍向屋內掃射 鄧紹堅由後門逃生 但其他朋友就被日軍打死 這件事令到鄧紹堅傷感了一輩人 鄧紹堅和爸爸鄧志昂一樣 熱心社會公益事業 1928年鄧紹堅出任東華醫院主席 並且策劃籌建東華東院 同年東華三院正式組成 當年才27歲的鄧紹堅 成為最年輕的東華三院主席 除了東華之外 鄧紹堅還出任過保良局的總理和主席 鄧紹堅在1927至1928年加入保良局 成為保良局的總理 1932至1933年成為保良局的主席 到1940年開始到1987年 他也是保良局的顧問局的顧問 鄧紹堅成立過兩個慈善基金 分別是鄧紹堅和何添慈善基金 以及保良局鄧紹堅慈善基金 這兩個基金主要是幫一些不幸 或者是貧困的家庭 當他們遇到一些突發事故 就會向他們發放緊急經濟援助 此外鄧紹堅還曾經多次以個人一名義 捐錢給保良局 令不少香港家庭和市民受惠 在1981年鄧紹堅在81歲大壽的時候 他捐了一筆巨款給保良局 作為購買匯豐銀行 和置地公司的股票各5萬股 作為我們保良局的永久投資基金 有關的收益 就是撥充我們保良局的經常費 由於這筆基金所對我們保良局的幫助很大 亦都令到很多人受惠 鄧紹堅為人樂善好思 港府為了表彰他對社會的貢獻 1929年即是鄧紹堅28歲的時候 就封他做太平紳士 到了他33歲 就獲得MBE分函 其後更加獲得OBE和CBE分函 到了1964年即他63歲的時候 就獲得英女王頒獸著事的分函 是因為購買總共有空自作為 商品平台測試 常事業時是很高興的 鄧紹堅先生 很高興的風水 有十分高興的風水 他也想看見市場 很高興的風水 也希望是濃郁 曹柏霧道之山水炙氣流進來 來到鄧肖堅醫院門口 有防水地摺紙及擋飲電機 都很謹慎進行 蔡白麗是香港著名的坎如學家 早年和鄧肇堅相識 之後更加成為了鄧兆堅家族的專用風水師 哪一年我就不記得了 不過大概都是七十年代左右 我來到香港已經有十多年了 我跟他認識好像比較特殊 我不是我去見他 是他從朋友的方面 或者從體通性的方面 知道我是做風水、出通性、摘日 他有一天就打電話給我 他說我是鄧雀樹、鄧兆堅 我想和你聊天、見面 當然一個雀樹打電話給我 我當然是歡迎之志 和他聊天 他說怎樣見面 他說要是我們見你 我說你不要了 我地方財責,不如我們拜後你 美後就說這樣就好了 我請你吃飯 那天就約好的時辰 就帶了我去一間遺所 舊子叫俱樂部的遺所 我還約不記得 我其實得心 今晚上就和他吃飯 就開始認識了 大家走得很投機 以後成為一個朋友了 鄧雀樹對風水都很有認識 他三年在未認識我之前 已經認識到很多風水的專家 美後他和我聊天 他認為我說得逆一點 他真是說得對話 他認為我也是可以能夠 達福得他的 以後成為好朋友 他以後有些甚麼 做事、擇日等等 都會對我一點誅信 以後成為好朋友 身為鄧少兼爵士的好朋友 以及專用風水師 每逢有鄧爵士捐見的慈善機構 奠基或開幕 蔡伯麗都會陪同出席 初期就奠基 奠基到這間 這間鳥羊起好之後 都開幕 陪邰爵士來這裡開幕 當時有經澳醫務總監 很多長官一起來這處展彩 鄧少兼爵士已經擇立了 已經安好在這裡 那天順手在圍牆開幕 一麻露水流到門口 這座向可以吃到碟水 表示風水好 風水好一方面可以為大眾 一方面可以幫助善長人 有些好處 或者上手、健康之類 鄧少兼爵士除了在選址、擇日、電機 開幕這些大事上 講究風水名利之外 在日常生活的小事中 都非常篤信風水 這些說來的笑話 他真的去過澳門 他當然要問我 老書,明天好不好日子 我去澳門 他甚至問幾個小時 打什麼算是好 他也問了 最重要是說他雖然是過去疑情 他能夠玩的話 他喜歡到白鷹 叫做白鷹 白鷹 白鷹 凡陳娛娛當然有上落 他上落不大 但贏了他很高興 輸了,你猜他會說什麼話 即是破財擋了 他絕對不是當一件一回事 他完全是屬於消遣性質 消磨時間 鄧少兼爵士生前在每年的年三十晚 都會和太太馮錦美 去到三座廟宇拜神 分別是文武廟 天后廟道的天后廟 和太平山觀音廟 平日閒事也會去到黃大仙池 和沙田的車工廟參拜 他也會不時去放生 我都四十年前 那些偶然是街市 或者是大龜 大龜很大,過百斤重 一說起之後 著樹聽聞這件事 有不好 百幾十年龜有靈性 買了去放生 當時放生那天 和周友先生、我、著樹 還有幾個夫人先生 出海出來 現約家請你會 就在請你會上車 把這隻船把龜放上去 去到海中心放一隻龜 很奇怪 這隻龜放下海之後 這隻龜又有一個圈 然後跳著這隻船 跳拜一下 然後正末到海中 這是很有奇蹟 就是瓶地雞 POTO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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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F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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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雷亮和雷瑞德合组九龙巴士有限公司 城投九龙和新界区的巴士专利权 同时也收购了未能获得专利权的中华汽车公司 以及启德汽车公司 但是总共只得巴士40架 早期九龙巴路线很少 收费也不高 利润微薄 战后香港人口急升 1949年之后 大批新移民涌入香港 交通运输的需求大增 九龙巴生意也蒸蒸日上 邓兆坚的小子邓日新 也有去到九龙巴帮忙打理生意 据我所知邓日新先生在邓作主过生后 依然都有上九巴上班 他控制在九巴核下九龙建业 那间附属公司里面去打理 直到92年他才离开公司 他就开始自创 邓日新是邓兆坚和四太太 馮感美所生的儿子 拥有工商管理学士和碩士学位 他很早就认为 爸爸邓兆坚为香港的发展和前途 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香港他永远无法超越父亲 于是邓日新将目光投向上海 他决定创办一间汽车贸易公司 并将公司定位为销售 维修和零部件供应的三维一体服务 有我们一直都保持联络 因为他过生之后 我一直都帮他 继续跟他 他认为现在他后人都感觉满意 他生意发展 不过这位世卿是很首成的 他做书军都很努力 他早三年在上海做了政协委员 他今年还做了北京的政协 他一直都发展得很好 因为我一直都保持很好的关系 除了邓日新 邓兆坚着氏的长孙邓永昌 也都在他的事业上创出一片天地 他一手创立的中式服装品牌 上海滩 在世界多个地方都有分店 邓兆坚着氏在1986年逝世 他的子孙也都继续从事公益事业 在多个慈善基金里面担任要职 我记得他有一个说话 取知社会 用知社会 这句说话后人引用很多 但我知道这句说话是由他才说的 他既然在社会找到钱 就将社会找到钱的人帮助社会 这就是很有益世道的人心 我很尊敬邓兆这个家族 因为打从他父亲开始 邓志昂先生 他们为社会做了很多的事 他们为香港很多的学校 慈善机构的医院 可以说是他们捐募的经费 是不为余力的 所以我对他们的家族是非常尊敬的 下集香港白人向大家介绍两位船王 董建华的父亲被誉为世界七大船王之一的董浩雲 带领中国航运 踏上世界舞台 另一位船王包肉缸 不单止在海上青虹 在陆上亦建立地产王国 事业上烹过一个又一个的高峰 想知道这两位船王 怎样在航运史上建立重要的里程碑 请留意下一集香港白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